全球各地重要新闻 首先我们关心在美国方面的报道 我们先看一下这和总统大选相关的 这来自纽约的消息 总统拜登昨天在深夜 真的是深夜上脱口秀 Night with Six Males 这个Late Night Show的时候 他不把涉及他和流行乐坛巨星 Taylor Swift的阴谋论当一回事 至于Taylor Swift是否会在 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公开支持拜登 拜登已经备好的答案就是 这个是机密 这个是最高机密了 拜登在NBC的深夜脱口秀节目 和主持人对他和创作歌手Taylor Swift 是不是同谋共同伙共谋的阴谋论 打开玩笑 那么民调显示18%的美国民众相信 拜登和Taylor Swift正以某种方式合作 那么至于Taylor Swift是否会公开支持拜登连任 拜登直接回答已经准备好的答案 就是这个是机密 好不论Taylor Swift的表态会是如何 但是呢拜登现在面临的 他在总统的这个连任上面的最大的对手 仍然还是来自共和党的川普 而前总统川普就在South Carolina州的初选中 再次的胜出 预料他是可以稳夺共和党内提名 民调显示两党候选人对决的阶段 前South Carolina州的州长海利倒是得到中间选民支持 他与民主党现任总统拜登要是争夺白宫 反而是更具优势 只是川普在目前势头强劲 他的初选优势在共和党内无人可以撼动 而政坛消息也透露 前总统川普与参议员共和党领袖麦康诺 已经透过幕僚私下协商 准备由麦康诺公开表态支持川普 竞逐总统 如果最终能够成功的话 也标志着川普将能够排除在共和党内的反对势力 在大选的阶段集中力量来挑战总统拜登 根据萧什言事分别证实 川普的竞选经理和麦康诺的资深幕僚 最近数个礼拜频繁的交换一届 希望能够促成共和党这两大巨头 据了解目前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了 而前总统川普的第一宗刑事审判 也定在三月份要举行 传办检察官认为 川普向来有贬损证人的记录 所以在昨天已经要求法官对川普下达禁言令 川普被控向色情明星支付封口费 现在面临34项涉嫌 篡改商业记录掩盖真相的罪名 检方则在禁言的请求文件当中 那么就是要求要对川普禁言 因为川普在过去的记录当中有贬损证人的记录 接着我们再看其他方面的新闻 以色列在加萨走廊和哈马斯的武装分子交战 美国总统拜登则表示 以色列已经同意不在斋戒月期间 从事军事活动 并且表示由于有大量的巴勒斯坦人死亡 以色列可能会失去其余国家的支持 拜登是在NBC的这个深夜的talk show里边 发表了上述言论 他也说以色列已经承诺 将会让巴勒斯坦人有可能 由加萨南部拉法市撤出 再加强当地的作战行动 以歼灭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接着我们再看联邦最高法院审理 我们德州和佛罗里达州 限制社交媒体审核内容的案件 在联讯期间有多名大法官 普遍质疑 在这个州府的相关法例 虽然允许网民随意留言 但是也可能侵犯了 社群媒体公司的言论自由权 在最高法院昨天听取了 双方律师陈词期间 无论是进步派还是保守派的大法官 大多数都对我们德州和佛罗里达州的法律 抱持怀疑 那么表示 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本意 是防范政府打压民间生意 不适用于私营企业 州政府这一次禁止社交媒体审核 它的内容 也恰恰侵犯了企业的言论自由 可以说是第一修正案典型案例 那么首席大法官也表示 修正案并不会约束企业 任何公司都可以在言论方面 差别对待他们不喜欢的群体 而在联邦贸易委员会FTC 现在也提出了诉讼 诉讼是针对两大超市巨头 一个是 这个是 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的246亿元的合并方案 表示这个交易可能会造成市场垄断 商品价格提高之后 可能也会影响到数以百万计的民众 这两家公司表示将会向法院提出异议 并且表示 扬言合并失败的话 同样会导致售价上涨 以及部分的门市倒闭 在FTC是在昨天提出了行政申诉 要求委员会的行政法官审理这次的并购案 同时也连同首都华盛顿的 还有八个州的总检察长 在鄂勒冈的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官颁布临时阻止这两大超市的合并 在科罗拉多和华盛顿州 今年初都已经分别提起诉讼 希望阻止这一个交易 由于在全美国目前在食品价格的高涨 因此这次的合并也备受外界瞩目 政府的数据则显示 家庭食品价格在2022年上升了11.4% 2023年再额外上涨5% 通货膨胀虽然回落了 但是步伐相当的缓慢 不少民众还是难以承担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和教育相关的 美国加州现在有一名高中教师 抱怨学生在课堂上用手机观赏 Netflix 马里兰州也有化学老师说 学生在上课时间 透过这个Gambling的App在投注 现在美国各地的教育工作者都反映 学生经常在课堂上使用社交软体 Snapchat发送聊天的讯息 获得进行网购听音乐 智慧型手机已经严重干扰教学和学习了 现在已经在许多的州的方面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主管人员 开始支持在校园里边的手机禁令 并且也提出限制使用手机的新做法 包括了佛罗里达州去年成为第一个 在校园禁用手机的州 那么去年7月生效的法律就要求所有公立学校 禁止学生在上课期间使用手机 在校内的网络也不可以连接社群媒体 有些学区甚至全面禁止学生把手机带进学校 现在奥克拉奥马还有弗蒙特Kansas 也都提出了校园无手机的立法计划 阿肯斯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 和Virginia州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 也在去年12月提案要求联邦当局就校内使用手机 对学生心理健康和学业表现的影响要进行研究 好 下面我们再看到的 在今年3月2号要出生的婴儿 现在有机会可以获得特别的生日礼物了 儿童娱乐公司Dr. Seuss & Enterprises宣布 将会向3月2号这天出生 同时拥有美国居留权的孩子们 赠送著名的童书The Cat in the Hat戴帽子的猫 来纪念作者这是Dr. Seuss 苏斯博士120岁的明代 这一次的证书限量1万本 采取先到先得的原则 家长有90天的时间可以报名 活动在5月31号截止 报名人本身必须要免满18岁 同时还是合资格孩子的父母 或是法定监护人 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 报名期间必须要上传孩子的出生日期来做证明 所以3月2号出生的小朋友 孩子们有可能可以得到Dr. Seuss知名的童书 The Cat in the Hat 带给朋友们的这是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我是霍美剑 下边焦点转到国际新闻方面 继续一同关心 第一个看到斯德哥尔摩的消息 匈牙列国会昨天已经通过了瑞典 加入北约的申请案 瑞典国内舆论评论正面 而同为北约成员国的芬兰 挪威和波罗的海国家也都乐见瑞典成为北约的一员 瑞典是在2022年申请加入北约 与邻国芬兰共同提出申请 芬兰在去年加入 瑞典则事先经历过土耳其提出多项有关瑞典国内库德族政治活动意义的要求 又有匈牙利提出延后通过瑞典申请的阻碍 终于在昨天取得了北约所有成员国的同意 它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 接着国际货币基金在两天前透过媒体表示 埃及即将可以获得融资许可 贷款金额主要与埃及需要资金救济是相关的 而IMF的总裁乔治艾瓦则在早先说 目前双方正在加紧脚步 协商推动原本已经几乎停滞的30亿美金贷款计划 并且还会提高贷款金额 在IMF新融资案与以色列习吉加萨走廊南部城市拉法 要求埃及留置难民又无任何关联 现在外界曾经猜测过 那么在IMF埃及中东和中亚的主任则明确表示 贷款金额增加 主要与埃及需要资金救经济是相关的 那么他也表示经济改革方案内容包含提高经济稳定性 透过私人企业重振经济活动和成长 以及加强社会保护措施等相关的议题 接着我们再看到在华盛顿邮报说 以色列官员表示他们已逼近巴勒斯坦武装组织 哈马斯领袖辛瓦在加萨的据点 但是如果击毙辛瓦 可能会连累遭到哈马斯扣押的人质 以色列军方是坚信 辛瓦藏身在加萨南部迷宫般的地道内 他周围布置了由人质组成的人肉盾牌 来防止以色列军队俘虏或击毙他 这也让以色列急欲瓦解哈马斯 并且终结加萨战争的努力 遭逢挫折 接着在加拿大方面 加拿大的经济学家和防众则说 加拿大当局出乎意料地宣布 把外国人制产净利要延长到两年到2027年 那么恐怕无助于减轻房屋稀缺的情况 因为外籍人士从来不是在当地房市需求的主要推手 加拿大政府这个月在4号出乎预料地宣布 把禁止外国人购买住宅的命令延长两年 在现在呢 在相关的人士则认为呢 这个做法呢 只是一个政治秀 好 下边焦点看到日本 日本政府在今天公布日本一月份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放缓到2% 虽然略高于市场预期 但是已经触及了日本央行的设定目标 有利外界看好 在日盈方面可以结束负利率的政策 另外人口出身 日本同样面临就是人口下降的趋势 日本的人口出身数连着8年下减 在今年不到76万的新生人口再度创下了新低的记录 而日本的这个对于福岛的核电厂核处理水的排海情况 现在呢国际原能总署的署长表示3月份将会访问日本 到时候将会再度前往福岛第一核电厂来考察 确认核处理水排海的状况 接着呢我们再看俄罗斯财政部长 在日前表示俄罗斯财政部持续和中国财政部讨论以人民币发放贷款的可能性 但是目前还没有做出决定 根据报道在俄罗斯的财政部长昨天就说 与中国的谈判已经进行了长时间 那么2023年底的俄中的部长级对话中讨论过这一个问题 也表示透过国内贷款俄罗斯的预算赤字获得良好的管理 目前虽然没有迫切需要 但是俄罗斯一直探索将以人民币计价债券引入市场的选择 带给朋友们呢这是在国际方面的新闻 德州中文台我是胡美剑 那么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我们要在这稍微休息一会儿 朋友们稍后我们再一同关心来自两岸方面的报道 第一个看到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昨天就在阿布达比举行了会谈 中国方面在会后则表示 王文涛对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 以及经贸领域涉及台湾议题表达严正关切 美国方面则表示 戴琪对中国政府主导的非市场方式贸易政策 导致市场失衡表达忧虑 王文涛与戴琪会谈前 美中才针对美方发表的 2023年中国旅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报告 公开的相互指责 那么WTO第13届部长级会议 日前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首都阿布达比举行 王文涛和戴琪是在会议期间 在场边举行了双边会谈 而在王文涛也就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 和涉台湾问题表达中国方面严正关切 那么在这一方面也看到戴琪也对中国钢铁产能过剩 对全球市场的影响也表达了忧虑 接着我们再看到中国住建部 在今天通知要求各地科学编制 今明两年的住房发展年度计划 要根据住房需求科学安排土地供应 引导配置金融资源 促进房地产市场供需平衡 结构合理 防止市场的大起大落 并且要求各城市要分别在今年4月30日到明年3月31日前 以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布当年的住房发展年度计划 以及有关的情况 而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接连的爆发财务危机 让债务重整相关业务需求因此增加 根据报道 近期就有多家管理顾问投资银行 在香港增聘人力 扩大了债务重整部门的规模 在现在房地产业是中国经济的关键支柱 而2021年以来的强力监管措施 使得流动性风险增加 一家又一家的房企陷入了财务危机 目前为止以最少20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房企 出现了离岸债券违约情形 必须和债权人进行债务重整谈判 否则可能面临清算了 而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今天通过新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 5月1日起实施 报道表示 修订草案建议对离港离职的涉密人员 予以脱密其管理 并且针对特定工作秘密依法采取措施 下边我们看到 中国人民法院案例库 在今天正式上线 并且向社会开放 为法官的办案提供了规则指引 来自上海的这一则消息 一度传出将会停用引发争议的裁判文书网 那么官方表示将会继续的扩充 维持司法公开精神 与案例库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中国人民最高法院在今天举行记者会 会上就宣布了 人民法院案例库正式上线 并且向社会开放 入库案例3711件 最后看到中国第14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今天公告 前外交部长秦刚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资格遭到终止 这也是秦刚即去年7月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 10月被免去国务委员职务之后 最新的相关变动 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来自中国方面的消息 下边焦点转台湾 台北新闻主播为您继续播报 德州的听众朋友们早安 我是中央广播电台陈子华 现在提供给您台湾今天的相关消息 联岸在京夏海域争端持续的升高 继中国海舰船20号进入金门 进限制水域之后 福建海警在25号组织舰艇编队 在金门附近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 据传也穿越了金门禁止水域线 对此行政院长陈建仁 在今天前往立法院西政报告 并被质询室表示 我方对于海上动态都有掌握 也会进行必要的驱离 他说 我们对于在海上的这一些相关的目标 我们的动态 我们都有很好的掌控 我们也会再加强 相关的取缔的措施 我们都按照标准作业流程的程序 来进行必要的驱离的这些动作 同时陈建仁强调 台湾对于维护渔民的权利 还有海上的安全 实际上所有的做法 与世界各国都是一样 政府要确保整个海上通行的安全 还有维护渔民的权利 这是政府则无旁贷的事情 为了也会继续努力 按照既有的做法来进行 而对于今夏海域争端升温 国民党立委陈雪生在今天质询时 建议法律跟人道的部分 应该分开处理 海委会主委管碧林达讯时则是表示 政府希望朝向人道抚慰的方式来协商 来解决此事 也展现很大的诚意 但是整个谈判环境 我方是如此 也希望对方也是如此 另外针对中国海监船 在昨天单日有五艘船入我 尽限制雪域 今夏情势升高 国防部长邱国正在今天重申 相关的案件由海巡方面处理中 他并且强调 外离岛部队官兵跟居民是同岛一命 互相的帮忙 希望世界能够平顺处理 不要扩大 而至于自己的去留 邱国正则是强调 没有接到通知前不会动作 拨置整理办公室的传闻 八大工商团体在今天举行新春团拜 主办单位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致辞时 对即将上任的赖清德政府提出了四大期许 包括期许台湾成为国际级AI重镇 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 以及稳固台湾在全球供应链关键地位等 而对此稍后致辞的蔡英文总统表示 AI进临转型将是下阶段努力的重点 也是台湾抢占全球产业供应链的关键因素 政府已经多管齐下 先跟软硬体核心技术 以及优化科研人才等面向 协助产业导入AI应用 相信新政府也会朝此方向努力 进临转型方面 八年来绿能发展有成 方向符合国际的潮流 蔡总统说 截至去年底 台湾再生能源的整体装置容量 已经是2016年的3.8倍 风力及太阳能发电的电量 更是成长超过7倍 发展再生能源是台湾坚持要走下去的路 那么现在各国都以再生能源 作为进临转型的主要的选项 那么加上国际大厂纷纷加入RE100 证明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同时总统强调 吴东亮提出的四大期许 自己一定会列在520的交接事项 而至于稍早吴东亮致辞时 拿竞选广告当中 蔡总统在北海岸下车的场景 开玩笑说 很高兴蔡总统从北海岸回来 总统则是笑着回应 一定要回来 因为要做到520 经济部统计处在京 公布了1月份的外销订单金额是 484.2亿美元 月增10.5% 点增1.9% 规模是历年同月的第三高 由黑翻红 主要是因为高效能运算 以及人工智慧等 新兴科技应用需求强劲 再加上农历年前 备活需求增加所致 不过上年同月 中国大陆戒风产能恢复 比较机器较高 抵消了部分的增幅 而经济部同期助处长 黄玉林表示 依照以往的季节趋势 推估1月 应该会是负成长 不过这回成长的幅度超乎预期 AI以及集单功不可没 而对于2月的表现 黄玉林预估 接单金额会落在 355到375亿美元 年减15.7%到年减11% 而整体1、2月总和来看 会呈现负成长 但是3月不排除 恢复正成长 而尽管今年第一季 有可能负成长 不过第二季之后 转正的机会增加 呈现逐迹上升的趋势 为了提升护理人员 劳动的环境 促进医疗品质 卫福部在去年提出了 12项的策略计划 其中包含三班互并比入法 规划夜班费奖励等 而针对行政院长 陈建仁在去年曾经提到 研议白班有繁重工作的话 要有繁重加急 而国民党立委 万美林在今天质询时询问 白班工作繁重加急的最新进度 对此陈建仁表示正在研议中 而卫福部长薛月元则是表示 正在规划设计 预计下半年就可以开始实施 而且已经有相关的预算 而陈建仁则是接着表示 当然希望越快越好 但这就如同大小夜班奖励金 不同等级医院有不同的意见 现在要加强沟通 当然很希望在520之前能够上路 但是要实际一点 陈建仁并且表示 让护理人员愿意留任的措施有很多 薪资是其中之一 当然很重要 除此之外 包含就业成就感 民众对于护理人员的重视 以及护理人员能否进修等 也都很重要 交通部观光署在今年订定 1200万人次国际旅客来台的目标 会到疫情前的水准 但是有旅游业者担心 开放陆客来台是遥遥无奇 想达标恐怕有困难 而对此交通部长王国才 在今天在立法院受访时表示 在去年即使没有陆客 减少了600万人次 但是台湾仍然是吸引了 648万人次的外国观光客 交通部也会持续努力争取 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的 旅客来台观光 王国才说 那今年我们的目标像日本 日本它现在出国很少 还有包括像韩国 还有东南亚 这都是我们重点的目标 那当然我们是期待 今年陆客能来 如果没有来 我们还是持续努力 包括我们在国外的 这些办事处已经 在今年会增加到18处 所以我们 包括像印度 印度市场今年会有一个办事处在那边 所以印度市场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而至于台湾旅馆高房价 以及缺工的问题 王国才说 他曾经和观光圈的业者作谈时提到 外界反映 台湾的旅馆房价太贵 业者有提到 是因为黎封客人太少 王国才说 如果能够在黎封期吸引更多的外国观光客 就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 减少他们的压力 也可以考虑在房价上做一些调整 让观光客有更好的住宿的体验 而观光圈也认同这种做法 而对于缺工的问题 王国才说 观光署又推出一个方案 如果业者聘请一个人 在北部给予3万3 南部3万1的薪资 政府就补贴雇主新台币5000元 而这个方案已经吸引了2000人参与 政府会持续努力解决缺工的问题 针对日本政府承诺 不住台积电在雄本新建二厂 经济部长王美花坚在立法院表示 政府的立场当然以先进制成 在台湾落地为优先 不过台积电因客户的需求全球布局 乐见他们得到当地政府的补助 同时也对台日产业合作有加分的效果 王美花说 政府也会大力协助台积电 在台湾先进制成的落地 至于台积电因为客户的这样的需求 做一个全球的布局 能够得到对当地政府的一个补助 这个我们也是乐观其成 毕竟台日之间的产业的合作 是对这样也会有加分的效果 以上就是今天台湾的相关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